今天严格来说的这只镜头呢 并不是一只全新的镜头 就在几个月前 腾龙的1770F2.8DI三型VCRXD 也就是腾龙序号B070的这只镜头 哎呦妈呀这一大事 索尼一卡口其实就已经上市了 用于适配索尼的A6000系列 和ZV系列的API-C画幅的捷幅相机 人民币大概4300左右 这只镜头呢 在索尼的丰富的APC卡口镜头阵营里边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耀眼 大概的销售定位呢 就是精确的在各个原厂 九头之间的短板之间迂回 你看啊 焦距类似的1655 2.8 价格呢比它贵600刀 价格跟它差不多的 这个1670光圈是F4 比它小整整一档 还有索尼这么一大票的变焦镜头 像什么18135 18105 18200 但是广角没啥宽 就这么说吧 这只镜头呢 像一个球场上 没有啥漏洞短板的 防守反击型后卫一样 在这么多 原厂镜头的包围夹击下呢 还有那么一点生存空间 毕竟一卡口的市场容量 占有率大嘛 就是再小的生存空间 加起来这个市场容量 也是不容小费的 这个月 这只1770 2.8镜头的X卡口 也就是富士卡口 终于面世了 虽然富士系统的市场容量小 但是在这个系统里边 给这个镜头的生存空间更大了 原厂2.8大光圈的1655焦距不够长 1680的焦距合适呢 但是光圈是F4 这波这只镜头把两个优点全占齐了 说一千到一万啊 不如看看实际使用的体验如何 今天呢 我就找了一台富士的XT3相机 在墨尔本周边 也叫道克兰的地方 转悠了几天 拍了一些使用上的体会 咱们呀 边看照片边聊 先说优点 1770这个焦距段 放在富士XT3相当于26107 这无线接近于我最喜欢 而且觉得特别实用的 24105这种全能变焦镜头 富士上的17毫米 等效于26毫米 26毫米的广角 同样的画面 咱用这24毫米全画幅拍拍 那看能差多少 同样的画面 24毫米 前两期节目不只好 做了一个标准边聊镜头的选择吗 有人觉得 大光圈的2.8和24105 全焦距没法 同时兼顾 这不 您要的24105 2.8的镜头 在富士里 这不就来了吗 优点还有说防抖 1770自带VC 镜头光学防抖 这可以救活一大票 无机身防抖的 富士入门机型 或者老机型 比如像我今天测的这个XT3 其实这台2018年就发布的老相机 除了没防抖 其他功能 我觉得几乎完美 现在配上1770 快门安全速度 从60分之一秒 一下降到数分之一秒 能把感光度又能降两档来用 立马觉得这相机还能再占几年 光圈 我一直不是大光圈爱好者 一来不痴迷于背景虚化 二来用A7S3习惯了运上暗光大表 直接升ISO 有没有2.8大光圈 真没啥影响 恒定光圈2.8 在富士系统里边 我发现还有那么一点点必要 你看 我测试的典型的环境 就是特别标准的例子 在天光刚刚变暗 一天中最适合于拍摄最出片的时刻 为了确保正确的曝光三向速度 大家记得什么 光圈快门感光度 基本上半画幅相机 太多 各个音速都顶到头了 如果光圈小一亮点8 那么就得忍受生ISO 忍受这台老相机的密集的噪点 说实话ISO3200 我已经觉得是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了 要么就得降快门速度 15分之一秒真的不能再慢了 再慢的话 废片率立马就飙升了 所以2.8的光圈 似乎在这个典型的场景下使用 我觉得刚刚好 而且如果您平时要拍视频的话 要把快门速度定在50分之一秒 或者100分之一秒 更大一档的光圈 让您有更宽广的光线的适用范围 当然了 如果您是以白天日光拍摄为主 以上这些话 算我没说 这只镜头的呼吸效应非常小 切换焦点的时候 画面变化非常的平稳 在综合上面说到那种 适中的焦距 防抖大光圈 这只镜头 我觉得它是拍摄视频和照片 两者兼顾的极好的选择之一 如果谁要手里有新出的XH2S 可以帮我装上面试一试 OK 说说这只镜头的缺点 我觉得缺点就是没有特别让人欲罢不宁的优点 这是一只特别本分的镜头 用下来觉得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惊艳的感觉 整个技能树上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只 如果想依赖镜头的表现给自己加分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您可能会失望 评价一只镜头的好坏 无非就是花质 功能 设计做工 重量体积 还有价格 这只藤龙1728 均匀的五边形战士 对啊 这些因素可以说相当的均衡 缺点说 谈不上缺点 评价还是画质啊 只要不是对画质 有极度苛求的用户 我觉得是够用的 广角端的锐度 比长焦气色点的锐度会稍稍好一点 2.8的大光圈背景虚化光斑 它是圆的 形状的也算规整 但是圈内呢 有点乱 洋葱圈呢 大概什么样 我拿索尼的24105 您对比一下自己看 话说回来啊 如果您真是特别在意郊外 这个份上 您就不该点开我们副厂镜头的视频 要不您去隔壁的这个 莱卡味特别浓的地方转转 功能 1770这个焦距段呢 是实用有余 惊喜不足 拍摄点 需要真好的甲方的照片和视频 你肯定还要选择超广角的镜头 比如像腾龙那只11202.8 正好来补齐的广角那一段 或者直接用大光圈的定焦来上 镜头上呢 对焦开关防抖快关 通通没有 摸过腾龙其他产品啊 手感啊 你觉得一模一样 67毫米的统一的口径滤镜 防尘防水机身 这都是老配方了 再说重量和体积啊 刚刚打开这个镜头包装的时候啊 我觉得它的重量和体积比我想象的大那么一丢丢 毕竟全画幅的2875的小巧的体积 这是印象印在我心里的 所以对于1770这个体积呢 我本来期待是能更紧凑 但是现实呢 只能让我放下幻想 毕竟这是一只4倍变焦 2.8横径光圈的镜头 别用套机1855的镜头的体积去期待它 你把它想象成一只小号的24105 您想起来就顺心多了 最后再说这个价格 澳洲价格说话 我觉得有点偏高 1400刀 国内的上市价格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5000左右 我觉得价格呢 更有竞争力 况且呢 它能让您把这些不带机身的防抖子 像什么XE系列 老X7系列用户 免除像今天 在暗光拍摄一样 有的这种焦虑 我觉得还是物有所知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跟 让使用富士相机的用户呢 认识一下新出的这些镜头 更新一下自己的产品新衣裤 好了 更多新产品的内容啊 欢迎记忆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大马猫本 咱们下期再见 我顺着这要向前走 然后咱俩平行 好吧 对 你顺着这往前走 咱俩多退一点